第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最新消息要提供给您 疾管署在刚刚公布了今年国内首例的这个麻疹本土病例 是一位北部30多岁的男性 这个个案传染期间曾经到新竹连锁的寿司店吃饭 目前已经掌握到他接触者有199个人 我们带您来听一段附近民众的访问 听到这些讯息会不会觉得怕怕的 是不会是还好因为又不是说同一时间过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OK了 对对对 那后面有消毒吗 店家说昨天就已经先消毒了 我觉得它是2月11号就发生了 不是到这两天 这一个倒不怎么担心 好 这一名男性是在2月12号发烧 隔天高烧不退就送到医院的急诊 之后他又出现了咳嗽 喉咙痛 红疹等等的症状 再次到医院急诊最后裁剪确诊了 机关署指出这个个案目前继续在这个隔离病房住院当中 在破路期间他没有任何的出国史 研判为今年首例国内感染病例 而感染来源他们还在调查当中 哈喽 我是莱雅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